就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棒的 因为我们一般就以前有双深压不是这个激增加涡轮吗 然后激增加涡轮它是为了减低这个涡轮延迟 但是电涡它可以在0.1秒之内就达到满芽了 而且它不限任何转速 因为它是透过这个48伏这个电池去驱动的 所以虽然这个48伏它没有驱动车辆 但是它是在为这个动力总程序做贡献的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去界定一个48伏是不是有用的 我自己认为就是它有没有这个电动涡轮 而且这部动力总程是真的好的 新的Julia其实也会很快用这个动力总程 你想象一下比这个车小很多 一样330匹的马里 一样的这种油门响应 而且又低调 又性能 那个应该就能4秒多破败了 嗯 所以你是觉得这部动力总程用来这里不对是不是 我个人看法 我们就是先把失望那个东西先放下 放平心态 你现在已经来这个车已经失望透底了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可挽回的余地了 这时候我们在每天放平心态这么去开